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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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大家好 胡老师现在是整个洪佳人的义务律师团当中的发起人 今天来到现场当然对于洪佳人 接下来关于洪中秋整体案件的案子进行当中 法律方面的一个需要以及咨询部分 现在洪老师今天可以在节目现场带大家一起来做关注 今天现场请到资深评论员是唐湘龙 郭主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赶快就带大家来看看 那么今天最新的一个案情的侦办 又收押了这个徐姓正以及范左宪 就到这里了吗 带你来关心 医生军服出现军检五四两旅市官长陈以仁 脸色铁金 军检连续两天大约谈 星期三找来少校连长徐姓正讯后被收押 上市翻左线也被收押 市官长陈以仁则是二度遭约谈 外界运辜收押几率大 徐姓正当初现身洪中秋头期法会 现在他涉案程度重大 最高军检署新闻稿指出 徐姓正不满洪中秋末世自安懲处 和违规后的态度 没有依照规定召开仁评会 同意市评会的建议 涉犯职权妨害自由 以及海陆空军刑法 对部署施宜法定种类以外惩罚 而且范左线为了贯彻 连长徐姓正的惩罚意志 主导市评会投票结果 把洪中秋关进禁闭室 罪魁握手似乎转向徐姓正 冰岸话题一句话也不敢坑 军检要查 河江中施压过程 明明禁闭程序不完备 连长副连长却连夜把公文送 旅长签合 关洪中秋禁闭 除了他 少将旅长沈威志 上校政战主任戴佳友 上校参谋主任张志伟等四人 以及269旅衣官员孟颖 洪中秋同袍刘选阳通通约谈到案 同一时间军检检查官到269旅 陈一勋 李念祖 陈家祥 黄冠军 李佑正等五名借户士 一并追查有无不法 事隔半个月均检才大规模约谈 涉案曾经和人数宛如滚雪球 一个都不放过 军新闻 综合报道 好 来看这次最新的案情的侦办状况 那么接下来呢 真的是如滚雪球般 一个都放不过吗 我赶快请教的是友华哥 真的一个都不会放过吗 现在压三个够不够啊 现在压三个还不够 还不够 如果依照禁闭单上面的公文流程显示 请问旅长要不要办 啊 沈威智 沈威智她要不要办 还有一个 谁在伪造这些文书 就是说我一而再 再而三 我已经讲到了一个重点 整个流程全部不合法 我就讲伪造文书 当然国防部讲误解法令 我不管是误解法令 还是伪造文书 是 整个作业流程 从旅长 副旅长 禅宝主任 行政官 然后到连长 到副连长 然后再到市官长 总共八个人嘛 今天军高检 我觉得都很奇怪 我张有华讲到谁 他就传谁 是我在指挥办案吗 你们依国家权责 你最好给我 好 自己办案 我不想胡乱办案 我也不想指挥办案 但是 你们今天做的这一些 那我不妨透露一点 徐姓正痛哭流涕 范左线痛哭流涕 各位晓不晓得 范左线为什么收押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徐姓正讲到了范左线 让他们两个去对职嘛 对职以后 才由军事检察官 确定收押 这里面 他们也提训了 部旅长三个人 其中两个 就在里面痛哭流涕 把军人气概给我拿出来 军人是不流泪 只流血 三个人对职 所以有发现的是 您后来讲到 昨天整个征讯过程当中 是徐姓正跟范左线都痛哭流涕 两个都是痛哭流涕 这个时候需要痛哭流涕吗 有巴哥 没有 痛哭流涕 他们流的不是洪中秋的类 而是说 这个 他们按照主管官职的权责说 我重来压进币的话 也是你连长啊 也是副旅长交代下来 跟我无关啊等等 这个东西军人做到这种程度 真的是一点军人气概 军人武德同胞之情都没有 应该批评 所以从这个有华哥讲到 他们整个征讯的内容过程当中 原来痛哭流涕 是在为自己辩护 为自己脱罪 对 是 所以听到这个 观众朋友恐怕更加心更凉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有华哥 那征讯过程 痛哭流涕之外还有什么 他们就是讲 就是现在他全面 现在查所谓私评会 人评会 还有行政官签合的报告 然后还有禁闭单 他现在在查行政作业流程 行政作业流程 他们要确定 有没有人为或者故意的因素 这是人为跟故意 但是我老早我就讲的 全部都是伪造的 你伪造的你就不用查了嘛 你应该去查源头嘛 你重来送了禁闭单 但是没有那些单位的配合 你还送不了禁闭室 那我昨天讲 何江中 你有什么权利跟本领 一天半 不是一个半禁闭室 禁闭室是你家开的是不是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 就是说为了关 洪仲秋 你把人提前拉走 这也是违法乱纪嘛 就是说禁闭室 有禁闭室的规则 我现在听很多名嘴讲 我们要制度 好我们就讲制度 你好比说X先生 你也可以答 我要关你五天 我会不会关你四天半 绝对不会嘛 那这个是什么制度 制度在哪里 你制度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我们今天去探讨这个案子 我们不是说军队向黑道治国 那我觉得我们讲军队是黑道是过于严重 这点我要帮国军澄清 国军也没那么恶劣 但是我们针对这个事件讲 其中的违法乱纪 就我调查的结果是害人听闻 这种害人听闻是谁造成的 难道只有这三个人 何江中 徐姓正 范左宪吗 其他的人是不是共犯结构 其他是不是重犯 我相信军高检 应该往这个地方去侦办 而不是问行政作业流程有没有尾师 行政作业有尾师的话 陆军总部老早就已经查完了嘛 不用你军高检动手嘛 所以看到这里到底是不是在这里 也有避重就轻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先现场请到这个胡律师 胡老师 胡老师现在是在帮洪佳人 这个义务律师团 他是其中的发起人 但是这个整个案情走到这边来 我不知道 胡老师您看到今天这个状况 觉得像刚有华哥会觉得说 你该查的部分 这个文件通通是未造文书的文 都是未造的 那这个文件未造文书的问题 已经非常明确的话 为什么不朝这个方向查 现在一天压一个一天压两个 整个案情会增向水落石出吗 是朝这个方向走吗 整个军检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以一天压一个一天压两个 这种挤牙膏式的答案方式 向来不是查答案的一个处理方式 为什么 我们只要看任何在查的时候 其实是当天我们现在有事情 马上把所有相关人士通通 例如这个 这个就同时搜查五个地方 把该要的人都一起叫来 然后一起去调查 可是军检从这几天来讲说 我今天好像是 就如同有阿哥有讲说 我们报一个我们就查一个 报一个报两个查两个 那今天我们是要报第三个 你才要查第三个 报第四个才要查第四个 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一个从头到尾 都不是一个查案方式 那我在第一个被查的时候 我是第二个人 我就知道开始做止血措施 该烧的文件我也可以烧掉 该讲的内容 我自己也可以去铺陈 我自己的内容 所以你那个关键点 就会失去的它这个关键点 那至于说 要不要查伪造文书的部分 因为这个伪造文书 因为在行政陈储过程当中 确实是有人去查过这件事情 可是在军方在查的时候 军检去查的时候 是要从这伪造文书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去查说 到底是谁在伪造 谁在幕后操作 所以还整个程序 还是要再走一次 可是我们其实比较害怕的是说 办案 怕的就是办到开花 本来只应该要办 真正要负责的人 现在所有的人都牵扯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今天越报越多人 APC通通跑出来的时候 结果你现在 没讲一个人 没讲了A 没讲了B 没讲了C 我就去查这个A 跟B跟C 结果花了五个小时之后 跟这样子 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整个开花的话 反而不一定跟这个案件 会得到水落石出的结果 所以它应该动作要迅速 而且要找到 从这个事实的整个源头上面来找 不要再说今天再处理四个人 明天再处理五个问题 这个处理到年底都处理不完 所以说做法律师的老师 那个专业观点来看 这个侦办模式 就是第一个刚讲 不是办大案的模式 第二个呢 一天挤一个 一天挤两个 挤三个 接下来何时真相能够出来 最近消息给我给大家 陈以仁呢 我们刚刚说他今天又被约谈了 他律师也已经来到了军高检了 但他律师说 刚刚接受委托了 搞不清楚陈以仁是被告还是证人 这个律师都请来了 请教胡老师 这表示这个案情是怎么样 是什么样的发展 我也必须要说 我们也是刚刚看到新闻才知道 他现在委任律师 我觉得每个被告都应该要委任律师 他本来他有他的权利 可是你看我们已经发生13天了 14天了 这些人到底是证人还是被告 自己都搞不清楚 表示这些人 其实这十几天没有被问过 我是第一次到 所以我第一次的时候 我现在要找律师的时候 我现在委任律师 包含昨天刘宣洋去找的时候 委任律师其实没有委任庄 为什么来不及啊 哦 根本来不及 来不及就是我现在临时去叫来的 然后我委任庄长还没签 就临时赶到现场 就进去了 所以陈以仁的部分 是不是有类似相同的情况 说我传唤他的时候 其实已经丢了十几天 然后这些人 其实就一直在那边等待 不知道 对不起 律师 那我打断你一下 他是以法侦办 这个是国防部发的命令 我现在问 以法侦办 什么叫做以法侦办 你以法侦办 就是犯罪事实的要件 都已经构成了 你才以法侦办 然后请检察官查 现在连证人或者被告 你都搞不清楚 君高姐你在搞什么 除了这个以外 那我必须想 陈以仁是以法侦办的 按照身份的话 他不是证人 他应该是被告 所以他移送十二个人 对不起 这十二个今天传了四个而已 今天传 但是没有以法侦办 纪大国调职调离限职的 传了三个人 律师 你跟我讲 这是什么道理 没有以法侦办 拼命传 以法侦办的 反而十三天 动都不动 我们不要讲十三天 从我七月九号开始讲 好不好 我七月九号 我就点了几个关键人物 到了今天 他才传 才收押 这一些时间内 他会不会串供 或者串政 是不是会湮灭证据 我要请军高检好好地给我查清楚 好 这个部分当然 对我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 应该就是所谓的常识 大家啪啪造那么多天 虽然说做了惩处 把他给说要移送做个法办 然后赶快调离限制 大家去集中管理了 但是在这段过程当中 大家没有个别的被拘禁起来 所以说大家在这里 我们讲的 串政或是湮灭证据的动作 是不是早就已经做 所以这个军方 你如何让大家能够相信你 所谓的证据完全已经保全 那么能够如高华柱部长 今天再度的道歉 能够如陆军司令 李翔臭今天来到了洪家 说我一定会给个交代 但是也交代洪家说 你不要再对外讲话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带你来看到 现在整个主要的五四两旅当中 周文耀的整体案件的9号人物 那么从何江中已经被收押 徐姓正昨晚收押 今天上午范左线也收押 征讯当中的叫做陈宇仁 那么接下来发展目前不得而知 但现在刘延峻这位副连长 那么昨天赤回了 但是刚才武华哥讲到 旅长沈威智少将 你呢 你没有责任吗 最后可是你签和的 那大家有上校的部分呢 还有张志伟上校的部分 陈奕迅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问题 接下来发展 到底应该怎么看 他会往哪里发展 大家可以直接 持续锁定中间新闻 到底这个案情 应该烧到谁内 谁还没有被逮到 这个问题 我们持续带大家来关注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 是重点是 好 那么这个 洪仲秋命已经晚不回来了 但是呢 当初他为什么会被送禁闭 很重要的关键就叫做 提检单 所以有华哥麻烦 好 这个提检单 为什么能够过关 相信国内朋友 在这段先看到的内容 是根本是没有办法过关 但是他火速半天就出炉 这里头 到底哪里有问题 那我现在讲 我跟各位讲 我也去查了一下 所谓提检报告 它有两道程序 第一次你到医院 提检不过 还要第二次复检 请问有没有第二次复检 他不过嘛 第二次复检 请问洪仲秋在不在场 我只问这件事情 太荒唐了 当事人不在场 请问提检报告怎么出来的 所以卫造文书嘛 所以我才骂他卫造文书 不要脸嘛 还在凹嘛 我现在告诉各位 提检报告吳有名讲 紧急状况之下 一天 这是陆军副总司令 吴有名将军讲的 起码一天 我就以一天来说 六个小时出来 可是我请问在座各位 一天有几个小时 为什么六个小时出来 上午去下午 他就出来了 六个小时 就是说我不要正常的 一周极限三天 吴有名讲临时状况 紧急状况 好 紧急状况 我们现在来跟陆军副司令 吴有名将军谈紧急状况 请问紧急状况 他是敌前逃亡 然后头敌 还是什么 紧急状况的定义 那是什么 你给我讲清楚 我只用军方的一天 那为什么六个小时 你不能讲六个小时是一天吧 你不能无限上纲 这是你自己的规定 不是那我找某人的规定 好 半天还客气啦 纵然是半天 也不符合一天的要求吧 好 这个完了 各位看 好 他说把一份 什么体检表撕掉 好 叫范佐信自己说清楚 他是如何撕的 当天在场的 那有谁 好 怎么又带回来 是 我知道的是 军医官说 BMI值不适合报禁闭 不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军医官 他讲不符合条件 好 你把他带回部队 好 我就算你 范佐信讲的是真的 怎么又带回来 然后是谁施压的 你何来复检 你有没有复检 我们每一个当过兵的都知道 他第一次去当兵 你体检不过的时候 他会通知你三个月以后 你再来 我再做一个复检程序 现在台湾非常奇怪 如果还有人帮军方讲话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良知到了哪里去了 至少还有一个复检 你复检程序有没有做 有没有做 没有做 那请问 你半天怎么出来的 那当事人已经在林队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叫高危险群 那个是军方讲的 据我所知 军医官认为 不能报禁闭 不能报禁闭 好 你半天电话施压了以后 请问 现在你813的责任究竟是在哪里 我希望813的院长副院长 新辅官体检官 通通出来说清楚 尤其是新辅官被他拗了三次 我以为是两次 结果被他拗了三次 然后军方居然告诉我 是四官去拗的 各位那你相信吗 一个军官 况且不同单位 813医院不同单位 这个四官就能够说 你把体检报告给我弄得出来 除非范左宪是马英九总统 总统都没有这个权利 四官长有这个权利吗 在这里有华哥点了非常非常多的疑问 但是这是我们现在军方有交代清楚吗 至少观众朋友会发现 整个事件发展到今天第15天 关于813医院的相关责任 大家有看到有听到 军方在这里做了什么样的处理吗 处置吗 并没有 史上这一块的一个体检报告 半天就出了 就发生在洪仲秋的身上 没有复检 这是刚刚有华哥提出来的一个质疑 现在复检 是有还是没有 人有在去吗 如果没有复检的话 这报告怎么出来 半天最速箭 史上最快 这个部分你要怎么交代 完全跟你原本军方的规定 是完全相反的 好 那么看了之后 我们就带大家来还原一下 到底为什么史上最速箭的这个禁闭 关禁闭呢 会来自于这个洪仲秋的身上 我们接下来请的是香榮哥 我们请香榮哥带大家一起来看到 25号的时候很重要的视频 我也开会决定要把他送关禁闭 那么26号有这个林盈的座谈 那么洪仲秋 依旧知道自己要被送去关禁闭了 他依旧直言不讳 但27号的速度就非常之快了 何江中自己亲自瞧 好来到了269旅 找了副旅长黄天仁 瞧禁闭室 瞧出来了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哇这个送箭连夜送 马洪仲秋 赶紧送去做这个体检 但是BMI值没有过 心跳逆时针急转 这个也没过 但是毕竟人还是被送去 最后因为送来饮料 所以半天就拿到体检报告 就是未观而观 未观而观 未观禁闭 而观而观禁闭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有一些故事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体系里面 这么急的 而且非观到洪仲秋不可 他之所以急 之所以中间有很多的 就是急旧章 程序不完整 甚至于很可能 就是说为了要满足 最后观洪仲秋的目的 那跳过了很多该有的程序 甚至于像是有话讲的 未照文文书的可能性 就是说这些动机在哪里 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不清楚 没有交代 那当然之前因为第一个 第一个收押的是副旅长 可是我怎么想都觉得 不太像是副旅长 他也许也严格 他也许就听了某些人话之后 觉得这个家伙可恶 就洪仲秋 但这个是对他有意见的人的 一些一些讲法 可是以你对军中的 基本的了解来讲 即使他是吕布脸 就是说副旅长的以上的层级 他会极端的介入一件事情 而且好像深仇大恨一样要主导 一定要去关一个下世的义务义的事关 那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不寻常 那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到今天为止 最少在整个故事上面 比较合理 比较合理 就是可能这个 应该是他 OK 然后这两个位 当然这个我目前还不确定 但是他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帮忙 他不管说范左线是受到徐信正的压力 或者是说他们有某种共同的 在那个连队里面的感觉就是说 我们其实都对洪仲秋是不爽的 所以连长既然有这个意思 好 那我就帮忙 就赶快办 那个味道就比较对 但是即使是在这个样子 我们仍然不了解一个连长 为什么对一个义务义的下士 预关 在退伍之前我非关到他不可 那就算是 你说大家一般对于 就是说禁闭的这个法令 相关的规定不是很了解 但是带照相手机 坦白说今天在军中 我不能说这不重要了 其实它还是一个蛮重要的管制 但是需不需要用到 用到这么重的手段 尤其军中它有些潜规则 这些潜规则 它往往比所谓的法令规章 更清楚 就每个人共同的 你进去没多久之后 你就知道退伍是最大的 他还有两天就退伍 在退伍前你非要关到他 那真的非比寻常 不过当然今天 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的了解 军方其实 他在整个的 事态的一个调查上面 并没有比媒体 或者名嘴们慢 但是只是 我觉得我的军方 他毕竟是一个相对的封闭系统 他很担心 没讲出来而已 很担心他自己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些的疏漏 不犬 后来被他逮到了小辫子 那个后座力可能就更大 因此他在他自己 没有把握的情况之下 他们所有的调查 不要说侦查不公开 即使他们已经觉得 很有把握的部分 他们几乎都不漏口风 但是毕竟这件事情 你在军营里面 军营里面 其实是一个最八卦的地方 是藏不住秘密的地方 就是说各种的这种 尔语很多 所以还是不断的 有讯息流出来 至于就是大家在点名的 我想像这个 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认为 他们可能有行政督导上面的疏师 但是你说他们有涉案 到目前为止 我看不出来 我觉得要这样讲 对我来讲 我讲不出口 好 谢谢肖荣哥 带大家的一个分析 我们看到 既然出现了 那么史上最快的一个极箭 要把这个洪仲丘 就是给他关禁闭 那么最后关到 人命都不见了 这个问题现在 你再怎么回溯去 看到这些过程当中 到底是谁在这里主谋 但是这些 不管叫做旅长的 叫做副旅长等人 大家通通没有责任吗 督导的责任算不算是责任 但过程当中旅长 你也盖章了 这个责任不用负吗 好 我们就里边带回来 我们就要请X先生来告诉大家 我们刚讲 很关键的这个视频会 到底当天 清晨五点半钟 范左宪 把自观长全叫来开视频会 有什么样重要的事情 得要清晨五点半钟就开会 为了就是关这个洪仲威 就为了外观 关这洪仲丘 只为了关他 这么多一连串的 违法乱记事情就发生了吗 我们待会回来 好的 好